故事发生在布达佩斯一处屠宰场中 一对仅仅在工作中有交集的男女 意外发现两人多年来在夜里做着相同的梦 经历同样的事 在梦里他们的灵魂互相吸引 但在现实世界中 两人依旧过着寂寞的生活 他们如何打开心房 让灵魂带领身体彻底接受对方呢 第67届柏林影展最佳影片 蒋洛匈牙利 导演伊尔蒂寇恩伊达 亲自编剧的《肉体与灵魂》 以一个反向进行的爱情故事 勇夺最高殊荣金雄奖 我们想要表演你一个很简单的电影 像一瓶水 它是危险的 我的队友和朋友们都相信 我相信 但我们也不知道 如果观众会参加我们 这是恩伊达18年以来第一部长篇叙事电影 融合了现实与梦境 灵魂与身体 一对在人际交往上有困难的男女 逐渐克服自己的弱点 向对方张开双手 简单又有趣的爱情故事 获得评审团青睐 其实赛前呼声极高 夺下金雄的是描述欧洲难民的喜剧电影 《希望的另一面》 由芬兰导演阿基·郭里斯马基指导 最后拿下最佳导演《英雄奖》 围棋十天的柏林影展 期间共播放403部影片 其中18部入围角逐金雄与《英雄奖》 请不吝点赞 沙特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顺费